事实上刚刚帅将军有回应这个问题 而且帅将军其实就直接 一针剑学讲 其实这个就是 大家在因为要选举 所以摆一摆姿态 为什么说这个摆一摆姿态 因为和遣剑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不时常去靠岗 然后让大家知道你的行踪 那至于这个有没有核保护伞 他在如果说我们讲到这一艘核潜舰 他在菲律宾海 难道没有办法对韩国提出核保护伞吗 当然有啊 他们不能在日本海 对日本提出相对应的核保护伞吗 当然也可以啊 所以他只是 刚刚帅将军讲的 就是韩国总统尹齐悦 其实真正叫做丧缺辱国 他拿了这么多东西去跟美国 去跟日本换之后 那当然美国要提供一点 那个回馈 然后摆出这个姿态 但是事实上 在国际政治 或者在军事这个角度来看 事实上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那我要回头补充 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有关于 那个黑海的谷物协议的部分 为什么讲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有关于敖德萨 因为实际上靠黑海的最大谷物出海口就是敖德萨 敖德萨他的谷物港口 其实被炸成这样 我们来看看当地人怎么讲 The world is silent 这个世界一句话都没有讲 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讲 因为要讲什么呢 只要要讲话的 对不起啊 你要出钱啊 对不起啊 你要出飞弹啊 你要出战车啊 你要出哪一项呢 那对不起 现在大国都不想出了 因为他都把库存用光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一次俄罗斯他的攻击模式 已经跟之前在攻击所谓的 首辅不太一样了 他以前攻击基辅的时候 他都是用匕首这种高超音速飞弹攻击 结果还被爱国者拦下来 对不起 那里面他里面有很多的神话 也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 我们没有空在这边提 但是他这一次使用非常多 不同的武器攻击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还记得吗 在一年多前 小县长在讲 讲飞弹的时候 我就有讲过 我们如果过于相信 这个叫做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如果你通通使用的是超音速攻传飞弹 其实对于拦截系统来讲 对不起你是同一种 你是同样的速度 虽然你速度很快 可是你速度再快 比起那个毫秒反应的飞弹 那个雷达来讲 你没有那么快 那结果这一次俄罗斯想清楚 他用了非常多种不同的飞弹来进行攻击 从最慢的 这个只有0.15马赫 这个0.15马赫 其实根本不应该用马赫来计算 事实上来讲 它是每小时185公里的 伊朗制的见证者无人机 那这个上面 ONIC这个巡异飞弹 它的速度可是可以达到2.2马赫 所以不要一直认为只有雄山飞那么快 对不起 俄罗斯才是这里面的高手 那接下来 当然他也用了所谓的伊斯坎德尔的这种弹道飞弹 还有不要忘了 他有海上攻击 他海上攻击的 我们来看这Club的这种飞弹 他事实上他有三种速度 他有0.8马赫 然后可以最快加速到2.5马赫之后 在终端的时候再降速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计 他才能够有效的省油打到最远的地方 那接下来 大家常常在讲奇怪了 这1960年代的一个公船飞弹 俄罗斯竟然拿出来用 这是为什么 是俄罗斯弹用光了吗 搞错了 清库存 就是这些飞弹旧了 放在弹药库里面 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你不拿出来用 什么时候拿出来用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其实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个有关于股物的部分 小建长是有准备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期货 但这期货价格其实波动最高的 不是最近所谓的黑害股物协议的部分 其实是2022年的9月 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天是因为美国农业部发布新闻说 2022年美国股物欠收 所以它的价格一天跳得比这个更多 所以我们这样看 其实整个股物价格 现在在整个俄乌战争中 其实并没有偏高 但是这个人生最重要就但是 但是它难过到了谁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个 以乌克兰来讲 乌克兰它到底它的出口 它的出口到底给了谁 它其实出口最大宗 它是给埃及还有非洲 这些经济环境比较差的国家 如果它的那个价格没有办法 因为海运的话 它要走陆路 走陆路的话 那价格就是一路拉高 就是会害死北非 这些那个以及非洲国家 所以啊 那个俄罗斯是有准备的 而且这个时间点掐的很准啊 为什么时间点掐很准 我们来看啊 每一年股物 股物输出最高的时间在哪里啊 就是7月底8月初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开始 小麦要开始收割了 然后要开始出口了 它就在这个时候宣布 你看厉不厉害 现在看起来呢 厉害的还不只有这样子 我们想问问舰长 就是说您对于俄罗斯 刚刚讲到俄罗斯的部分 就是说S550防空系统 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们来解析一下 就是说因为它被讲到说是呢 可以预防所谓的洲际弹道飞弹 所以说有这样子的一个防空系统的加成之下啦 是对于整个俄罗斯 它在整个军事武器上面的建制 我们知道说刚刚其实有一张有特别讲到说 现在普丁就是把一些别人的武器啊 剪一剪啊想要呢去反制造 那其实说过去我们知道说有一些 以前听过的一些也是呢 所谓的其他的复制品 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们在于一些系统的运用啦 或是说各种的战备的考量上 有些东西看起来只是久 或者有些东西看起来用了比较久 可是其实是很全面的 事实上来讲 以俄罗斯的这种S300这种系列以上的这种飞弹 它都有拦截弹道飞弹的能力 不用到那个现在我们这边讲的550 300就有了 350也有 那个S400也有 那其实呢 俄罗斯它发展这些防空飞弹 它跟美国非常不一样 我们看看美国 它使用的爱国者 是不是那个 当它进化成萨德之后 就又换另外一种发射载台 那未来它要做的拦截系统 又是另外一种 可是俄罗斯不是 俄罗斯它这个国家没有那么富有 但是它都用相同类似的一个 那个所谓的发射架 可是它的一个发射筒 里面装的是什么 你不知道 而且它还可以混合编装 就例如说S300防空飞弹 它可以跟S400同样的组合成一个防空连 那未来350也有这个能力 当然550也有这个能力 其实飞弹 拦截弹道飞弹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你能提早预警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国家强调一件事情 也就是低轨道卫星 它能够及早看到 那及早看到的时候 它可以及早预警 甚至我们现在讲的高超音速飞弹 或者是说它的弹道是那种打水漂的那种 它的问题真正在哪里 因为它的高度并不像以前传统的弹道飞弹打那么高 而且它及早就进入到大气层 它进入大气层之后 因为它是有双锥体 也就是它前面看起来是有两个圆锥所构成的弹头 这个双锥体到底能干嘛 因为它后面有个可控制翼 那个它的翼面可以作动 也就是说它在攻击的路径 不再像以前的弹道飞弹 就是我直接解算弹道 我就可以知道你要攻击什么目标 因为它在中间可以改变 它要攻击的地点 那这个也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提早预警 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可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别人 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有没有这些提早预警的能力 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讲乐山大佛 一天到晚都在讲乐山雷达战 你真的确定乐山雷达战 在我们台湾的主导之下吗 这个可能帅将军认为可以跟我们讲一点点的密心 为什么这么说还记得吗 蔡总统去看的时候后面有一个 那个美国军人 那个虽然他没有穿军服 可是你一看他就 一看就知道他是老美 他站在那边你觉得他在干嘛 来参观吗 是谁都可以去参观吗 不他才是核心中的核心 所以我们这样子讲 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 然后而且当然了 小舰长常常在那边讲说 哎呀这个东风15东风16 对岸的往往有常常讲 你就是火箭弹的命 你担心什么东风 对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到这个火箭弹 他们事实上来讲 不要讲什么卫士二行卫士一行 那个解放军没有在用的 解放军真正有在用的 就是去年八月的时候的军演 他实际上有打 那一个军演 实际上他打的这火箭弹 到底可以打多远 跟大家报告一下 台湾北部 从新竹划一条线 划到苏澳 以北的每一个地点 通通都是他的弹着点 你说 小舰长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们的台湾的 可没有飞那么远 对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飞这么远 所以我们的世界觉得 这种火箭弹大概 它飞不过台湾海峡 对不起 它飞得过去 那它飞得过来 应该这么讲 它飞得过来 所以我们现在一天到晚讲爱国者 一天到晚讲天宫 你有没有那么多弹可以拦截 这才是真正的重中之重 所以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 更要想想自己 是 刚刚有Q到 崔将军 秘星啊 秘星讲一下 这个你知道 这个对付飞弹的雷达是最重要的 当年96飞弹危机 我在国防部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只能测到弹着点 中间的弹道 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去锁定这个 计算你的未来的速度 方向 再用飞弹去拦截 所以后来才有乐山雷达 那乐山雷达是我们花钱的 但是里面真正在搜索的是美籍人士了 你也没有办法 当初你要说不见吧 我们对中国大陆 以前我们还可以派YouTube啊 黑蝙蝠进去看看 还有地下情报工作人员 自从情报被搞垮以后 我们情报局也很惨了 有一阵子用台商用台商那种没有受过训练的 就被人家破获了 所以我们现在情报工作很困难 第二个 中国现在开始用电缆或者是量子通讯 我们完全监听都已经听不到了 所以这个东西啊 这个久战不训 久训不战了 军备上的落伍 就落伍很大 落伍很大 落差很大 所以以前我们九六飞滥危机的时候 我们军方并不担心 讲哪句话不担心 因为我们算过 就是说顶多会发起战争 可能都是发起在离岛 或者外岛 本土呢 我们觉得有信心打那一仗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解放军不强嘛 它的登陆建制很少 可是现在这几十年下来 这个两岸之间的落差差太多 差太多 所以这个问题 我也离开了很久了 这个学不学密 我也无觅可现 好 所以呢 真的看看其他人 眼界把它打开 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们就来看看呢 现在大陆解放军这边呢 他们持续的曝光 大陆官媒曝光的一个画面 我们来看到的呢 这是轰6K呢 它的这个可以去搭载的 包含是 我们知道它可以搭载的 它的专属武器 包含的是英纪12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着重讲到的是呢 第一次曝光的这个长剑20 好 这个呢 它的特点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到了 这是这一次解放军 唯一来公开的 包含是呢 它的空射巡航导弹的系统 还有呢 陆基长剑10的空射版本 它的射程呢 从这个长剑10 从之前前一代 好到1500公里 它到现在呢 已经可以到2500公里以上了 那关键是什么呢 它这样子的一个拉长距离 它可能会去威胁到的 就是关岛了 好 除了呢 我们来看到它去所搭载之外 我们另外也要给大家看到 最近还有曝光什么呢 就是呢 054B型的护卫舰 这护卫舰呢 特别在哪里呢 它现在呢 新的这个照片曝光了 它的剑身哦 比前一代的054A 还要更长又更宽 而且 它的这个水位呢 可以看到的 它的整个吞位哦 多了三分之一 还是呢 一个可见垂直发射系统 那也被说 是一个迷你版的055型的驱逐舰 所以在这边呢 想要请舰长 帮我们补充一下 就是说它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啊 确实可以说是一个055型的驱逐舰吗 它的一些配备是不是还有一些特别之处 讲到说那个迷你版的055 其实是谁讲的 就是小舰长讲的啊 那个是南华早报来访问小舰长 小舰长这样讲 说小舰长你不要乱讲啊 当然有图有真相嘛 我们来看啊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上海互动造船厂 它在船屋里面的054B的它的样子 那的确它就是刚刚主持人所讲到的 它的6000吨 那为什么说它像呢 那其实我们从前面可以看到 它前面的挡浪板的构型 看对比这个055 这个万吨驱逐舰是不是很像啊 那你看一看 它的上层结构是不是很像啊 因为你说那跟054是比 054事实上来讲 它的那个前段的这个驾驶台 它的舱壁是比较陡峭的 那现在这个事实上来讲 它是比较 它的角度偏折角度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现在做什么都要逆中 那有很多人 把很多现在解放军就有的武器 全部往上安啊 对不起 那是你中华民国台湾的想法 为什么 我们做2500吨的轻型的巡防 原来说是2500吨 现在已经做到要快要3000吨了 这个小舰长也很纳闷 你到底是图先画好才签约 还是签约之后不断的改图 那你不断的改图 那增加的预算 船厂吃下来吗 它真的帮你吃吗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你说上面要放熊二 上面要放熊三 上面要放海舰二 你有听到新的装备吗 你没有听到新的装备 对不起 解放军从来不是这样 为什么 你看到解放军的055万吨驱逐舰的时候 我们换一张大张的看得比较清楚 那我们来看这个055 那它这个 你看到它这个 它上面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 我们要这样讲 船上没有一个东西是多的 跟飞机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多的 它就要浪费它的空间 而且它的仇宅增加了 也就是说什么 更耗油 所以它不会增加多的东西 可是你看到什么东西 不能解释的 那个就是黑科技 我们看到前面这一个 这一段 前面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高功率微波 高功率微波 实际上装到船上的 目前只有解放军 美军都还没有 但是美军正在研发之中 他们也有实际上的装备 但是目前美军还没有安装 后面这个是什么 后面这个是米波雷达 解放军这种一线的驱逐舰 上面通通都有米波雷达 你说米波雷达干嘛 为什么一定要米波雷达 不要忘了 三打三防 防逆终战机 防逆终的舰艇 也就是你搞得斜斜的 你就以为可以逆终 对不起 解放军不是这样的 他们 你说他们这样做就有效吗 对不起他们做了非常严格的调研 所以这个是055 那054B呢 我们先看054B跟其他的 现在一线的这种驱逐舰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先看到上面这个是054B 它的后面的飞行甲板有多长 那这是从Google上面量下来的 所以不准那个网友不要骂我 它大概是25.87公尺 那我们来看054A就它的前一代 它的后那个飞行甲板多长 是21.59公尺 也就是它这样子一核算 就是新的054B多了4公尺 那它跟什么很像 跟052DL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25.01公尺 是不是非常接近 第一件事 它就是要把直20放上去 直20跟什么东西有关 直20就跟反潜能力有关 反潜其实有很多人 都用20年前的眼光在看解放军 还在看用那个旅户籍 甚至旅大籍的那种概念 在看解放军 认为解放军的反潜能力很烂 错 为什么 因为从054A的时候 它就开始 它第二批的时候 它已经向前 就是说它把第一批给改了 改什么 它可以放下去 它的主被动声纳是拖曳式的 拖曳式有什么好处呢 你说就拖在后面拉个小狗嘛 搞错了 为什么 因为声纳在水中拍发 跟我们雷达在大气中搜索 是不一样的 它会因为温度 它会因为压力 然后产生它声纳的偏转 那如果它偏转之后 它形成水面声道 然后再向下偏转 海底反弹 你看到没有 小箭短比了半天 中间有一个什么 这一点叫做Shadow Room 叫做阴影区 你听不到 听不到的地方怎么办 直升机有看到吗 反显直升机 刚刚讲的直20 它会放低拼声纳 掉放式声纳 直接放到那个Shadow里面 放到Shadow里面 就听得到了 还有我们这边讲到 拖曳式声纳 它也可以拖到那个深度 但是它还可以做TMA 也就是它可以解算出来 你这个潜见到底是怎么运动的 然后我可以在更远的地方 掌握你 因为它最重要的是 倾听的部分 而我们要讲回 不要跑题太远 等会儿制作人下来打我 054B的地方 不要忘了 解放军会把它从 4500吨的层级 直接拉到6000吨 它里面一定放了些奇怪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除了甲板变大了 它有没有可能 把现在已经卖给 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一种 可以拦截无缘机的镭射放进去 你说放那个 放那个电力呢 对 电力就是那个2000吨的来源 就是它为什么多2000吨 就在那里 另外它有没有可能把那个 更 就是比054A 更多的飞弹的量 摆进去 现在它的那个VLS 还没有装进去 之前我们谁都不知道 那所以这个非常有待观察 然后它是不是会跟055一样 说摆进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个高功率微波 高功率微波是怎么一回事 它就是电磁脉冲 就是你飞弹飞过来的时候 我直接发射高功率微波 然后把你的那个电路板 全部打穿 全部短路 就是这个道理 它055已经有了 那它会不会装到054B上面呢 我们拭目以待 是 所以现在看得出来说呢 整个来说是不是等年底 差不多下水之后 可能就会更清楚了 好 那么也看到说呢 到底有哪一些 特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包含的是呢 26号的30号 吉林长春这边就有 长春航空展 好 这个最特别是什么呢 过去我们看到一张又一张 这些你都是在图片上看到的呢 包含是运游20 殲20 殲16他们会一起在空中加油 好 这个是比较特别之处了 那因为今天我们讲到很多 就是刚刚崔将军呢 也有特别提到说 现在中国大陆的很多的发展 现在其实是让各国觉得 有感到威胁跟害怕 好 所以我们这边 特别着重讲到的一个 就是说现在有样式曝光了 JF22超高速风洞 好 说可以模拟到30马赫的风洞 用来什么 测试海空母舰的新设计 那这个一旦OK 完整的话 等于说他们以后要制造飞行器 等于说这就是一个大摇篮了 就他们直接呢 可以来做一些测试了 好 它几个特色包含的是 它的尺度大 它的整个呢 就有2.5米的一个直径 那你就可以放更大的飞行器 进去来测试 再来它的时间长 还有就是呢 总温高 总压高 还有它的性能也高 所以看得出来是集所有的优点于一身 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 比较大的发展项目呢 现在在中国大陆这边的 高速飞车试验线 也有一个很大的进展 我们来看到它的时速呢 甚至是可以来到了1000公里哦 它这个31大同建设的一个试验线 是现在全球 在一间距离最长规模 最大全尺寸高速飞车的试验线 好 刚刚讲到的这个1000公里 可能是在那种真空环境下 但是呢现在在非真空的条件下 已经完成的是什么 每小时623公里 那接下来呢 它在一个接近真空的管道当中 做到时速1000公里 或是更快速都有可能 你不管是载客人或是载货物 好 这样子呢 取得成功的话 这条将会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 陆基交通技术 好 所以孙强君 在这一些的技术 加上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 军事方面的各种结合 哇 接下来真的是很不得了 这其他各国压力应该也很大 对 因为大型的风洞 是飞机 飞弹 甚至于航天 所有的飞航去 飞机也好 飞弹也好 它最重要的一个 气动力学的设计上面 必须的一个东西 台湾当年也花很多钱 花很多时间 透过大学去搞一个风洞 没有风洞 我们拿飞弹怎么发展得出来 因为风洞里面 你这个飞弹的体型 在这么高速的气流之下 有什么变化 有什么参数 都是靠风洞来完成的 因为你没有设计成熟的产品 你不可能在天上去试验 它一定要在风洞里面试验 所以风洞越大 代表它将来能速度越高 越能模拟各种不可能的 这个任务状况之下 它产生的变化 就是讲风洞 另外讲这个高速飞车 这个中国有点被这个 基建狂魔这个 搞的飞号去搞一千公里 一千公里是要真空密闭 你商用的话你做得起吗 你一千公里的这个 这个泵你要维持它真空 你要花多少时间 所以它这个六百多公里 是可以商业用的了 但是这个东西就代表一个趋势 中国很大 还包括几个时区 对不对 以前都是靠飞机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民航业 就很发达了 对不对 那现在有这个玩意以后 人家就不见得要坐飞机 我们台湾老兵都很清楚啊 坐飞机要打计程车或者捷运 到机场 机场通关这个办手术 搞他们两个钟头上了飞机 飞机也不过飞七百多公里的速度 不到一马赫 一马赫左右 那火车可以到 你像你坐捷运 你是坐一段车 上了捷运就走了 你可能落地的时间 比坐飞机还要短 这个这个趋势就造成什么 中国大陆的各大都市 一线都市 二线都市 它的生活一日化 就我们孙中山不讲 货畅气流 人能够动得更快 货也动得更快 所以这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 带头的这个火车了 因为这个东西可以带动 人际之间来往 你像以前我们从澳门要到香港 要做渡轮了 要做这个那个了 现在一个大桥从澳门香港租海 它一个多钟头车子就开到了 你看中国大陆什么海湾里面都盖大桥 渤海湾里面盖个大桥 珠江三角洲里面盖个大桥 干嘛 就是让只能沟通 所以这个问题 它这个制造业跟它国内的经济发展是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你这个风洞是去航天器的 这个高速车的这个磁浮列车呢 是地面交通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讲嘛 14亿人口的一个大国 从当年被政治运动压迫的 所有知识分子都在牛捧 这国家一穷二百 从把这个打开以后 你看它今天发展得很快 我们不看他们政治什么东西 广军武科技跟民生经济的科技 这一批人我是深表敬佩 那从两弹三星一直到现在 他们真的是 你看这些东西很多都是美国已经先搞了 可是他短短几年里面 他超音赶美 这以前毛泽东最喜欢讲的话 但是他一辈子没有做成 现在我们看很多东西是在超音赶美 你说太空的月球漫步了 这个在太空里面漫步了 这些都是以前美国做过的嘛 那现在他不但做还超过你嘛 这个东西 我想后发先制是一个优势 因为前人犯的错误我已经知道了嘛 我在后面来发展 我已经毕掉很多不必要的错误的尝试 所以这个东西风动越大 将来他的这个导弹飞机火箭弹 精进的速度会越快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竞争上面 经济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我们来讲一讲经济有关的 因为现在呢不断的 美方想要给中国大陆压力 所以呢从晶片 从各种层面 希望去制裁中国大陆 但有效果吗 甚至呢很多人跳出来就是 母汤喔千万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因为七伤全嘛 你会自己伤到自己 包含了我们看到了 灰达 英特尔跟高通 他们都跳出来了 这个三大巨头啊 这个大机面公司的执行长呢 都会见了布林肯 在内的一个多位的官员 不只见他一个 希望说服拜登政府 打消加紧对中国大陆出口管制的 的念头啊 就是不要再持续的 想要用管制的方式 结果最后呢自我到影响了 好我们来看到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怎么说 布林肯直接听取这些公司 如何看待工艺链的问题 怎么样看待中国做生意 那现在呢 根据这个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这边的显示 去年中国大陆 半导体采购是1800亿 各位 全球半导体采购总额 也就5559亿美元啊 你这个1800亿 占的直接三分之一以上 他是最大市场欸 别人没买的什么东西 全部都被他给买去了 好这件事情呢 那当然他的影响就会很大了 所以最后呢 他们担心说 他米勒怎么讲 他说呢 将会损害公司在技术开发上面的投入能力 最终波及到美国的领先地位 可是现在 美国要担心的只是领先不领先这件事情吗 你这个这下 很有可能你要去制裁中国大陆 最后把自己也拖垮了 包含是呢 我们看到了华尔街日报说 拜登政府考虑想要推动一系列 向中国出售晶片的新措施 以防止北京用AI进行駭客攻击 和开放先进的武器 但这件事情不是你动什么手脚 好像就可以挡得下来了 你看现在华为也要重返5G技术了 郑元兄你怎么看待说现在 美国好像陷入很纠结的状态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不是很纠结啊 你要从两个层面来看 因为美国的政客跟选民反中 所以他们要找到一些工具 可以打击中国大陆 他们内心就会比较平坦 就很好像有美国很强纳的样子 舒爽 对对对 那前一段时间最早找贸易关税 就贸易关税加来都是传统产类的产品 那加上去的话老天爷啊 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进口的成本 反而暴增 而且找不到替代的进口的国家 所以等于是白什么白费力气嘛 所以他们动脑筋 到了拜登动脑筋 那我就底下的观点建议说 来用高科技业 为什么用高科技业 因为高科技业啊 所谓不科技业 不管辉达 英特尔 高通 都不像美国的传统产业 美国传统产业什么 煤矿 石油 军火啊 这些传统产业 他们有个不同的政治上不同的特点 他们在养参议员 养众议员 所以你看啊 那个拜登说没有石油啊 把美国几百年来不开发的 这个阿拉斯加的石油 都允许开发了 为什么 因为有美国的参议员成了 那英特尔 拜登啊 英特尔 辉达 高通 这些新企的企业 他不太懂这一套 他们以为 我觉得老老是做科技 我就穿着牛仔裤很潇洒的 介绍我的产品 那我产品只要做得很好 都要说到大众欢迎 对不起 他们以前都没有在养政客 再说一遍 美国企业不养政客 就会被拿来祭旗 反正我哪里来制裁中国大陆 你赔多少钱干我什么事啊 对不对 美国GDP少多少干我什么事啊 那些参中议员不会吭声啊 那如果你今天不要说 养五个参议员 养十个中议员 你拜登干吗 不敢 所以你现在还要说 我要去说服政府部门 哪有这个需要 学学蔡英文 拿钱去买通几个公关公司 对不对 而且美光很像 另外一家被周围大制裁的 美光就很丢脸耶 他就光花了九百万美金 去找公关公司啊 去做中国大陆坏话 就被中国大陆制裁的很惨 堂堂一个美光才花九百万美金 那个值一买美国的参议员嘛 那个佩洛西都可以卖了 麦卡锡都可以卖了 说这不可惜 美国的政客很便宜好不好 至少比泽兰斯基便宜好不好 所以我是觉得 哎回答那个黄 那个黄仁勋啊 英特尔 高通你们在搞什么鬼 难怪你拿了技棋 那你在赔了活该嘛 好 那你美国国会发言人讲了什么 有的没有啦 他自己也知道这些数据啊 他也知道说损害 可是这些损害的金额相当的大 但是他在政治上没有力量 就是科技产力最大的问题 也是在科技专家觉得我学士好 我能力强 我不屑跟这个政客打交道 你看那个美国银行 有政客撑腰的 跟没有美国政客撑腰的 差距就很大 你看矽谷银行一倒 后来就赶快去收拾残局了 那个另外一家 那个搞那个 那个什么 资料 倒了以后政客就让他倒了 美国的政治就是这种猪肉桶的政治 这是美国学者自己讲的嘛 猪肉桶政治最标准的嘛 所以这个国务院发言人 又能做什么呢 这是美国实际的运作 我们很简单的意思嘛 就是说你如果这些科技公司 也是一个很强大的政治集团 他不会找你 他搞不好找北的行业去开刀了 直接让他牺牲来对中国大陆表达 你看我多强硬啊 我多厉害啊 对不对 美国的进口商也是一样啊 进口中国大陆的货品 那些厂商就哀哀叫啊 为什么 他们政治上没有影响力啊 你想想看说 对苏联在制裁的时候 那些美国的石油进口商啊 拜登政府假装没看到 让他们继续跟俄罗斯买石油啊 所以政治这个东西 在美国本身就是很肮脏的世界 那他不是完全台面上讲的样子的 所以 回答英特尔高通继续努力吧 现在才学会该叫学会了吧 那这个中国大陆的驻美大使呢 谢峰他就有说 反对以竞争为幌子 打贸易战跟科技战 但实际上在美国他的运作 其实自己人都有可能可以拿去记齐了嘛 当然是这样子啊 因为那个没有政治力拿去记齐啊 而且他有钱了啊 他觉得反正 你们被我修理修理 赔那么多钱 你们赚那么多钱 也不会叫啊 你们赚那么多钱 也不拿来分我们这些政客一点 活该 那中国大陆这个时候 叫忍 要忍住 要握心尝胆 学勾建 偶尔舌头去伸出甜点那个蛋 吃点苦 那所以你看华为多卖力啊 对不对啊 其实中国大陆很多很令人 觉得钦佩的这些 不管是这个半导体的设计业 或者现在正在做光刻机的 当然啦 中国大陆现在做出来的光刻机 是有点凸里巴基的啦 可是第一代凸里巴基的 第二代搞不好是西装革履的 第三代就很潮啊 所以你就要给他时间嘛 我一向讲过了 而且艾斯蒙的董事长也讲过了 说中国大陆的光刻机 你不让我卖 以后等到他做出来 抢我市场 我就没得混了 我翻例讲就是这个样子嘛 那你那种机器的东西 你以前没做过 而且你自己不培养 因为以前中国大陆觉得 我跟艾斯蒙买比较便宜 CP值比较高 我花大钱跟艾斯蒙买 我干嘛花一大堆钱 去培养中国大陆自己的厂商 能不能做得出来不知道 那现在学乖啦 乖乖 这些半导体制造厂 乖乖乖拿钱出来培养 设备制造厂商 那这个方式是对的 发展实体经济 设备制造业是对的 好 因为刚刚讲到说呢 包含的是 净润式DUV光刻机 这件事情呢 其实你看喔 在中国大陆这边的市场 是在往上走的 所以也不是说 美国想要动一些手脚啦 想要压制你啦 都可以 人家眼光有到位 是不是 因为别人不买的 都被中国大陆买走了 所以说他们在发展上面 其实是 埃斯蒙买没办法啊 他被他们的荷兰政府压着啊 荷兰政府被美国政府压着啊 被拜登压着啊 那他只好那个EUV更值钱了 要卖的不准卖 只好找这种比较中阶的DUV 那中国大陆订单当然很多嘛 现在中国大陆给那个 埃斯蒙买的那种EUV的高阶的 光刻机的订单喔 还在还没取消耶 只是他没办法交货 不敢交货而已啊 他倡库里面囤了一堆啊 一些零组件不知道怎么办啊 那就看着 周美两方面继续斗志吧 只要你中国大陆的光刻机 不断的做出来 而且我相信一定的做得出来 因为中国大陆别的没有啊 你看那什么 什么西 什么西北 什么西工大 什么哈工大 哈工大 那些出来的学生都很优秀啊 所以给他们一点时间 我觉得目前喔 让这个埃斯蒙 这个继续成长 都是在DUV上 但是对中国来讲 还是要往高阶的走啦 因为要掌握 这些制造的能力 制造的设备 就让有一天 让美国总统说 哎呀 中国偷走了 我们的半导体制造能力 就像他说 台湾脱走他一样的道理啊 是 没错 好 最后一点点时间呢 跟大家推荐喔 现在呢 在快点购电商平台呢 是可以看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那这个益生菌呢 它本身是有得过这个 你看到了有七大保证 可以安心的来服用 那每日来服用呢 最好是在空腹的时间 或者是呢 前后不会受到其他刺激食品的影响 它对于你的睡眠也会有相对的提升 当然对于肠道来说呢 克菲尔的益生菌呢 它这个添加很独特的 克菲尔乳感菌M1 好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萃取出来 对于你的身体是有直接的帮助的 也可以让你的肠道更加的顺畅 到快点购呢 就可以来购买 或是锁定呢 在每个星期四晚上的七点半 在快点购的脸书粉砖上面呢 也会有直播 请大家来准时的锁定了 所以大家呢可以多多支持 快点购 中天唯一指定的电商品牌 记得输入CTI567 CTI5LINE7 请大家多多支持咯 前进加续高定 我们下次见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och -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